他们都在美国接收海马式火箭弹 都不演了嘛 这就直接告诉你已经来了 你已经在那边接受训练了 而且你要把这个系统带回台湾了 那这些人员啊 他们的这个肖像直接公布出来 这样好吗 那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说 这是公开的公开的项面等等 会跟美国国庭 其实我告诉各位 其实顾立雄心里面应该在通效 故意的 为什么 因为我请问你什么时候 中华民国的国企 可以跟其他国家的军事的训练人员 一起公布啊 而且美国完全不遮掩了 我们要在恶物战争里面 有这个武器 大放光彩 海马式火箭弹 我们这一看到海马式火箭弹 非常厉害就是 当海马式火箭弹 直接开到了大桥上面 它就放下来 然后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里 它就发射了 发射了以后 就精准地打动目标 那它再就开到另外 它打完射后部里就跑了 另外它再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一样它马上接收到坐标 接收到坐标了以后 马上射出去 射出去以后 攻击目标 马上又离开了 这个台湾非常希望的 海马式火箭弹 它虽然竟然 打破不开 这个都是我们台湾的军人 这都是我们台湾的军人 那他们在干嘛 他们都在美国 他们在美国干嘛 他们都在美国 接收海马式火箭弹 没错 我们跟美国买了29套的 海马式火箭弹 那目前为止来说 交货的时间来说 美国是希望在2026年 能够全部交给我们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 台湾的军人 就要到美国去受训 这都是台湾军人 这个就是海马式火箭弹的 那个装备的车子 那没错 那这照片是从哪里流出来 这种美国军方的粉砖 流出来的 流出来你看这个画面 这后面就是海马式火箭弹的 这个相关的配备 那这里面来说 有台湾的军人 然后有美国的军人 然后还包括说 还有这个罗马尼亚 还有爱沙尼亚 等等很多国家 四个国家的军人 因为你只要接收 海马式火箭的这个 这个炮弹的话 我们就会来训练 所以这个要讲的 过去三个礼拜里面 我们有荣幸的培训了 来自台湾 罗马尼亚 爱沙尼亚 所以你现在有台湾的国旗 罗马尼亚的国旗 还有爱沙尼亚的国旗 对 没错 那美军大大的一个人弄出来 就说表示 你看我们训练了这么多 这个军人 你可以看到 其实里面来说 台湾的军人 是最多的一个状况 对耶 他说好 那台湾这么多 你看有男生有女生 到那个地方去接收 这个相关的训练 甚至还有他们 po了这个下面下班之后 在那边这个 吃吃喝喝的照片 所以告诉你什么 所以我们在那边 是跟美军可以打成一片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29套的 这个海马式火箭弹 未来有一些种子教官 已经训练了 那未来接收之后 因为海马式最高 可以设着300公里远 所以不论对我们的 近海的防御 或是说我们未来 真的假设美军 要来这边支援的时候 可以用上这个 海马式的火箭弹 是增加我们台湾的防御 跟攻击的这个能力 所以根本不演了嘛 现在就直接告诉你 已经来了 你已经在接受训练了 而且你要把这个系统 带回台湾了 对 那这就是我们 交的保护费嘛 那保护费目前也在交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讲 事实上米利 这个前美军的 这个参谋联系统主席 他不是退休了吗 退休了他说什么 保险他说什么 我的猜测 人家就无论说 那你这个未来的 这个想法是什么 他说我的猜测是 从现在起的 十年到十五年 美军的三分之一 或是四分之一 都是机器人 所以也就是说 美国未来的 大部分都是机器人 就美军的作战方式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台车就是 就是无人车 对 无人攻击车 那这是由这个 Adura的公司 有所研发的 这个自驾越野车 那这自驾越野车 也是他就可以自驾 那自己可以去攻击 虽然你可以人操作 你也可以去攻击 然后他可以 他出去的时候 他可以控制无人机 那事实上 现在我们台湾也跟美国 买了一千架的 这个无人机嘛 这个目前为止 未来几年 也要陆陆续续的 这个接收嘛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来说的话 美国有非常多的 新的这个作战方式 除了无人系统之外 未来联合作战 我们知道事实上 美国不是在这个 这个集成演练的时候 就用什么 用不同的飞弹 一二四的板肩飞弹 海马四 然后甚至是我引导你 你引导我 我引导日本的飞弹 或是日本的这个雷达 可以引导我的飞弹 未来联合作战的方式 所以我才说 美国现在的作战方式 已经完全不是 过去想象中的那一套了 因为之前美飞 兼兵兼作战的时候 就释出了一个影片 释出了一个影片就是 他们现在把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丢到了一个荒岛上面 丢到荒岛上面 我开始弄坐标 坐标了以后 C13栋就来了 C13栋就把 海马四火箭弹 我把它登陆 登陆以海马四火箭弹 到了以后 马上就定位 眼睛都不用看 看都不用看 就直接飞出去 直接飞出去 就把一个战舰给集成了 所以现在美军的作战方式 跟思维 完全都不是过去那一套 所以这一套战争思维 你看 从最近的俄罗斯的军备 跟美国军备 直接的较量 看得出来 这个落差非常非常大 所以那从北韩的军队 跟乌克兰军队作战 你就知道 这个差距是10万8千里 这目前为止 俄罗斯军队 跟北韩军队的状况 也是现在中国军队的状况 刚才讲的 一个美军的粉专 或者美军直接公布 现在埃札尼亚 罗马迪亚 还有台湾的人 都在我们这边受训 受训了以后 我们就教他们 怎么样爱马斯 就这个爱马斯火线弹 这个爱马斯火线弹 真的已经很厉害了吗 而且我们现在 是真的肩并肩 手把手的 把这个东西 给学回来了吗 那么中共说 台湾向美国买的 速箭这个武器 并没有办法改变 两岸军事力量的 对比状况 我不需要改变 跟你的对比状况 我不如你嘛 我不需要像你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来攻的 我在守的嘛 所以我只要能够 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让你付出代价 这样就好了嘛 海马斯火箭弹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的帕拉丁 那时候不是要买帕拉丁吗 后来帕拉丁 因为生产的问题 所以后来加买了 这个18套的 海马斯火箭弹 在 那么明年跟后年 那么我们会先 大概今年到明年之前 我们会先拿到 11套海马斯火箭弹 后年 2026年 那么加买了18套 会全部拿到 大概有900多枚的 海马斯火箭弹 海马斯火箭弹 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它可以打陆地的 它可以打陆地的 也可以打 那么越过台湾海峡 过来的 中共的相关的运兵船 这才是我们买 海马斯火箭弹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 让你不能登陆 这次不是有公布 这个跟其他的国家 美国有特别公布 在公开的资讯 公布我们台湾 到了美国去 受训的这个海马斯火箭弹的人员的 这个照片 那有立法委员很担心 那这些人员 他们的这个肖像 直接公布出来 这样好吗 那国防部长 顾立雄是说 这是公开的 公开的相片等等 会跟美国国庭 其实我告诉各位 其实顾立雄心里面 应该在偷笑 故意的 为什么 因为 我请问你 什么时候 中华民国的国企 可以跟其他国家的 军事的训练人员 一起公布 而且美国完全不遮掩了 我记得我在本节目讲过 个人比海马斯火箭弹 更期待的是什么 是M1A2T的坦克 要来了 那你知道我们 派了多少人去受训 我们派了84位的 从此教官去受训 84位 对啊 而且告诉各位 这个月就要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受训的 已经快要整整的 快要接近一年的时间 他们这个月 全部都要回来 只留一个人 其他全部都要回来 那为什么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我们都还来不及看到 我们台湾即将拥有的 108辆的这个 那个M1A2T的 最先进的这个坦克嘛 但是有个人帮我们看了 还拍了照片 他是澳洲的YouTuber 他到美国去 自助旅行的时候呢 刚好看到一辆火车 载着一堆坦克 然后呢 他就把这些画面呢 全部录影拍到下来 结果一看 他里面有一个配备是 台湾M1A2T独有的 所以他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M1A2T的坦克啊 这个火车上面有12辆 那么在我们今年跨年前 我们会拿到28辆的M1A2T 即将直接运到台湾来 28辆 明年 38辆 今年会有38辆 明年42辆 然后后年28辆 总共有108辆 放在新竹跟桃园 这些战略地点就对了 M1A2T跟各位报告一下 除了这个改良式的 布莱德坦克之外呢 我们还选购了比较 这个等于昂贵的 这个辅助冷却跟电源系统 在没有开主机的情况之下呢 里面的电源充饱了以后呢 可以直接不开主机 然后呢 也不开配机 直接 那么用里面的设备呢 直接还可以撑两个小时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 让对方的那么热导引的飞弹 打不到你找不到你啊 这是M1A2T的坦克的 各式的好处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报告大家一个消息就是对了 是什么呢 那么虽然我们的托式2B的 这个导引的飞弹呢 1700枚有受到一些delay啊 但是其中460枚 已经运到台湾了 另外400枚的标枪飞弹 已经运到台湾了 还有另外我们跟美国 加构的赤针飞弹 我们加构的赤针飞弹还没来 但是它送我们的赤针飞弹 已经先来了 告诉各位了 前几天不是公布了一个吗 台湾跟美国同时公布吗 三套 三套中程的防空飞弹 不是过来的吗 123枚的飞弹 这个系统除了补足我们 中距离的相关的防空飞弹之外呢 事实上它里面的雷达 有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可以跟Link-16 跟我们的飞机 跟我们的军舰 跟我们的爱国者飞弹 跟我们台湾中科院 自己发明的天剑飞弹系统 全部连线 你就知道那个CL-20 如果说它每一个飞弹 每一个炸弹 都装要在里面的话 那对二军的杀伤力 当然大了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 要高度关注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中科院 今天突然讲 我们也做出了CL-20 那我们的CL-20 可以放在熊二飞弹 熊三飞弹 我们也可以放在 红尊火箭弹上面 它的威力真的可以倍增吗 而且刚刚讲到的 现在这个东西刚刚讲的 已经等于说已经非常稳定 又成熟了 CL-20 它的学名就是六消机 六弹砸一五之丸 这样的一个它的威力 在自从这个炸药的 从19世纪到20世纪 然后第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出来 到现在第四代的这个炸药 它已经是规模走向了 是爆炸 是反应非常的快 然后威力非常的大 甚至有些炸 这个目标被炸到的时候 它会产生二次的爆破 这个名字这么复杂 所以 只有二十六消机 六弹杂役五之万 所以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什么 像有些俗称旋风的这个 黑旋风的炸药 或者黑锁精的这样的 都不一样 那因为它的爆炸威力 比它强大好几倍 而且它的反应比它快 就是炸药 尤其是武器 非常适合在这个飞弹 或者是反装甲武器上面 以前我们比如说研发出来 红尊它的成本 只有十万块左右 那一套的红尊呢 你要去对付中国最新的这个994主战车的话 那994主战车动辄上百万 那你要去摧毁它 你可能要动用好几枚 可是大家用一个概念想 C-L20装在这上面的话 我只要一枚就可以把它给击毁 一枚就可以把战车给击毁 我不需要发射几十枚 或者十几二十枚 去浪费时间 浪费我的武器跟弹药 就可以击毁它 所以我说以小博大 是不是有点乌克兰无人机 对付俄罗斯军备的概念 好的 不管觉得非常困困是 我们中科院之前才被绩效说 我们做的无人机又龙又瞎 我们的中科院这几年还说 我们要被这个所谓的 这个我们的政府 就盯着看 怎么突然做出这个东西 你说非常有趣是 之前传说 洛斯洛普要来台湾投资一美元 他现在很多的美商 要来台湾生产火药 美商要来台湾生产火药 我们的C-L20就做出来了 洛斯洛普格鲁曼公司 是美国四大 包括波音雷神 还有我们常听到洛马 以前我们采访军事 有经常听到四大军火商 那洛格公司呢 他最近在俄乌战场这两年 他只有全境 全球只有两个地方 设办公司基地 一个是这个乌克兰旁边的波兰 因为他离乌克兰 他不能进乌克兰嘛 另外一个 宝洁哥你知道吗 台湾 台北 台北 就在台北 就是我们台湾 你想想看 他不去新加坡 他也不去印度 新加坡跟印度 对军备的需求 还有这个每次下的订单市场 不会亚于台湾 这次有些超过台湾 但是他偏偏来台湾 那本来他在韩国 日本就有办公室了 那这次来台湾 他当然希望说 借重台湾的技术跟人才 然后投资1亿美元在台湾 然后希望台湾打造成一个 也是国防供应链 就成为诺格公司的供应链 而他们这个这样的一个 新的执行长 刚好也是台湾出身的 然后他也有概念 以前也带过我们驻美的 这个AIT 他的一个军负制采购团 他就想说 把台湾的这个结合起来 吊诡的是 诺格公司才说 来台湾投资1亿美元 要把台湾纳入 他的国防供应链 中科院其实在 这个之前十年前 我们就听说 他一直在研究西尔20 十年没有进展 这两年诺格公司来了 就说研发成功了 就已经有这个西尔20装药 我当然不能说 诺格公司是不是给他的 一些什么配方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 在乌克兰战争打响之后呢 美军也需要全国 全球各地有很多 可以作为他的武器 后勤的供应链 包括这个盖拉格 他也曾经来台湾访问 也要求说 台湾帮忙生产 这个155公里炮弹 所以加上西尔20 美国也希望我们生产 这个155公里炮弹 所以你不觉得说 一连串的巧合 让中科院在火药的 这个装置上 还有研发上 进展也深述了 好 瑞德 刚刚讲到这 现在中国高度的关注 是在三则基地 盐国基地 跟加总大基地 三则基地 直接把F16 改成F35A 而且一下子增加了48架 盐国基地 这边有很多的军舰 我马上增加 大幅增加F35B 我可以在什么 可以在舰艇上起舰 另外就是加上 其地本来把F15 现在改成F15EX 变成什么 炸弹卡车威力增强数倍 这个对中国来讲 真的压力 是非常大吗 那么我们刚刚 大家都想到这个日本呢 那么向美国购买的 这个战斧巡运飞弹 今天日本又购买了一个东西 日本今天呢 向美国正式购买了 那么F15呢 可以直接发射 射程900公里的空队地飞弹 今天大量 我问你啊 日本要打哪个国家 需要900公里的空队地飞弹 空队地 空队地飞弹 对地面作战 日本要打哪个国家吗 我请问大家嘛 那它的假想敌 跟它的 那么包括地队舰飞弹 意思是一样的嘛 12式的地队舰飞弹 还有它的防空飞弹 等等啦 这些不都是冲着老共来的吗 所以你就知道那么大家的目标在第一岛链里面 大家的目标都一致 对 为什么 就是冲着老共来 包括反舰 包括防空啊 这些飞弹 还有包括空队地的飞弹等等啊 都是完全都冲着老共来 那至于刚刚刚讲的这个CL20 那么宝杰你知道我们在两个礼拜前 刚刚跟美国完成的一笔交易是什么交易呢 是弹簧刀无人机的交易 对 总共买了760套 它的弹头前面这个无人机 攻击自杀无人机的弹头 装的就是CL20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跟他们买 这个弹簧刀攻击自杀无人机了吗 因为我们会做弹头 那它的弹头就是CL20 然后除了我们买了760套之外呢 美军事实上明年又买了 那个弹簧刀飞弹 弹簧刀的这个攻击自杀无人机呢 也买了1000套 前面放的弹头也是CL20 那CL20号称是第四代的这个炸药 因为有炸药之王嘛 因为很简单 它比第二代我们常讲TNT啊 那么它的炸药的那个整个爆炸的功能呢 增加40%以上 以前美军第一个 全世界第一个开发出来 之所以没有大幅度大规模的用 是因为美军一直没办法克服 它的钱太贵 但后来呢 老共也发明出来了 老共把它放在 放在这个所谓的东风飞弹的前面 中国做采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能用核子弹头打的话 那你当然飞核弹头里面的炸弹之王 就是CL20嘛 所以老共把它放了以后呢 美军发现 这样不对啊 老共把它放在这个上面了 我如果不放的话 我怎么能够赢他嘛 所以你可以发现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你从乌克兰政府所公布的相关的引带里面 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它的无人机打下去了以后 怎么它的爆炸威力这么大 为什么俄罗斯的坦克呢 不管它是多少型号的 被它的无人机打到以后 它怎么为什么会爆炸那么大 现在知道了吧 这些无人机的前面装的都是CL20 所以这个炸药呢 现在我们的中科院蛮有意思的 我们的中科院其实我去查了一下 已经公告在中科院的相关网站里面呢 是直接公告高能火炸药CL20的技术开花 已经公告 全部都直接公告在中科院的这个网站上面 所以你就知道 那我们现在突然间我们的技术突飞猛进 突然间突飞猛进 我研究十年没有进展 突然会了 各位要知道台湾突然间突飞猛进 对不对 我们为中科院高兴也为台湾高兴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只用在这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 自杀攻击短程的轮件上面 你的这个雄三 尤其是雄三飞弹增程型 雄三飞弹增程型增加的不是一倍的距离 从200变成400公里这样而已 基本上其实它是一颗全新的飞弹 那它现在弹头 我们现在不是拼命在做 拼命在做吗 全部换成CL20的话 也就是你把它的杀伤力 弹头杀伤力再乘100这次以上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雄三 然后雄二飞弹 还有可以放在反舰 当然也可以放在这个天空三行的各式的飞弹 红枕粉舰弹有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第二代 现在正在沿泥第三代的红枕火箭弹 我们政府目前为止买了两万多枚 红枕火箭弹 但问题是 因为它能够穿透的专甲有限 如果第三代的红枕火箭弹 全部加装的是CL20的话 那会怎样 它的贯穿能力是不是更高 所以事实上 千一法律动权局 老共当然也知道 老共自己本身也知道 但是老共把这个CL20 放在比较高单位价值的 比如说东风 东风飞弹 这些常见飞弹 放在这个地方 它还是 如果像他们讲的说 价格非常低的话 我问你它为什么不所有的炮弹 所有的飞弹 所有的火箭弹 全部都换 还是没有 大部分还是用TNT 不过站在台湾的立场 跟它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防守的单位 我们是防守的单位 只要能够付出自己的 那我们自己本身不在乎钱 台湾不是缺购买单药的钱 台湾是缺技术 缺人家要提供 感谢宋科院突然间就被猛进 研发出了CL20 台湾从今天开始 我们有这个所谓炸药之王 有这个炸药之王保护了以后 不要忘记 那么美国就直接把30公里的榴弹炮 相关的这个等于说技术 委托全部原料由他们出 然后由我们的兵工厂来造 我们不要小看台湾 一年从美国的这个军火上面 那么子弹我们赚了4亿多 还有我们现在205的兵工厂 那么全部改装了以后 以后每一年包括这个9公里的 包括7.66公里的 5.56公里的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 一年的义务役 要拼命的打把一个人 一年要打800多发 所以暂时就不卖给美国了 要不然的话 单单从这些卖 对不对 台湾物美价廉 一枚子弹卖5块多 美国军火商卖10块 所以美国愿意跟台湾买 而且我们的品质非常好 破湾战争的时候 去打伊拉克 美军所有这些子弹 都跟台湾下定5亿颗嘛 所以你就知道 不要小看我们台湾 自己本身的军工业 今天先生保洁 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 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非常明确的表示 如果两岸发生争端 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军会介入 而且美军虽然不一定会派部队 进到了台湾的岛上 但他的海空军会进到 这个区域里面 等于是对中国提出一个 非常明确 非常严厉的警告 而当拜登 这个警告结束之后 非常有趣的事 美国今天就发了一个 这样的信函 发了一个这样的公告 他现在要卖台湾 F-16的零件 这个信件 丢出来以后 大家觉得很奇怪 我们买了F-16 本来你就有义务 本来这个合约里面 就有所谓的备品 所以我买了F-16 你卖给我备品 你卖给我零件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为什么在这个时刻 你要特别的 供信文稿 特别的供诸于市 可是这里面 藏有非常大的一个玄机 因为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 已经买了一大量的 所谓的F-16的备品 那为什么不过两年的时间 我们要大量的采购 而且这个大量的采购 是直接从美军的武器库 从美军的库房 直接调过来的 那如果是从美军的库房 直接调过来 那是不是台湾的军队 跟美军之间 我们的所谓的备品 我们的零件 甚至我们的武器 可以互通有无呢 而且在这封信里面 还讲到一个 它不只是卖零件 不只是卖备品 它把设备也卖给我们了 之前我们曾经谈过 台湾曾经有可能 变成F-16在亚太的 一个维修中心 大家只是想说 这有可能吗 如果现在 你有大量的备品在台湾 你有大量的设备在台湾 那台湾作为F-16的 整个所谓的维修中心 是不是更明确 如果台湾已经变成了 F-16在亚太的维修中心 那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是不是又更紧密相连了呢 拜登在接受 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对于两岸已经讲得非常白了 如果两岸真的发生战断的话 美军会介入 美军的海空军 会进到这个区域里面 这已经是对 中国非常严厉的警告了 那说了这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之后 今天他就公布了这个信函 也就是他会卖给台湾F-16的备品 那我们是外行人 我们看不懂 所以卖给备品 我买了F-16 你本来就应该卖给我备品了 你过去在空军服务过 你曾经是空军的 这个所谓的保防官 你说你看到这里面的内容 你吓死了 对 没错 抱歉 最近的这个拜登 似乎是对中国越来越硬 你看他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的时候 对台海如果发生战争 他有他的看法 另外他又把中国的经济 扁得一文不止之后 让我们想 他后续还有什么动作 今天美国的 他们的国防部 就释出了一个讯息 释出了一个讯息什么 我们准备卖给台湾 2.2亿美金左右的一个装备 要卖给台湾 那你想说 这个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对 想才2.2亿而已 这本铃是这样的 F-16 Standard Spares and the Required Parts and the Related Equipment 就是这些东西 好 这是什么呢 他说是F-16的标准跟非标准 还有修 维修跟备用的 相关的零组件 还有相关的备品 还有相关的这个设备 我都要卖给你 你说我们今天跟你买了F-16 对 你本来就应该卖给我们备品 卖给我们备品 没什么了不起 重点 在设备 对 还有设备相关 都完全卖给你 另外一个还有重点 在这个地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备品 这些东西 我们就直接从美国的仓 国防部的仓库 就直接运给你 直接转过去 对 所以这些 以前不是这样吗 以前都是透过军火厂商嘛 现在是美国政府 直接就把我们现在库存的 就给你 好 那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说 以前我们台湾 跟美国 我跟你买军户 可是我要有一个中间商 搞不好还有两个中间商 等于说今天 台湾跟美国 我可以直接 做武器的交换了 对 以前美国都还会 透过一个这个中间商 不然的话 你美国政府直接 卖给这个台湾武器啊 当然他这一次就直接 从美国军方就 美国军方的仓库 就直接移给你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宝姐 我们都一直在讲 F-16来说的话 台湾是一个世界上 最大F-16的机队之一 另外一个 台湾的汉翔 你不要忘记哦 前两天的时候 美国的国 他们军火商 才去看过汉翔 对哦 对 看完汉翔之后 他30个军火商 来到台湾 他的第一站 就是去汉翔 去汉翔没多久 两天之后 就批准了这个 所以宝姐 他们可能来看了之后 觉得说 可以 还是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 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点 你要把它连起来看 就批准了这个 那批准了这个呢 我们可以确定什么 F-16了 我们目前为止 已经是他非常大 在东安亚的一个 所谓的相关的维修工厂 未来可能真的会变成是 F-16的所有东西 都在这边来维修 所以更确定的是 台湾现在的军火库 是跟美国的军火库 两个是互相连通的 我觉得这个意义 才是比较重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 等于说我们现在缺什么 我们可以直接搬过来 对 因为他有讲到 就是我们有跟他争取 我们跟他争取说 我们要什么东西 结果美国就说 好 那我们就愿意给你 所以等于是给的速度 还有按照我们的 我们现在等于是 我们跟他要什么 他如果有的话 他就会给我们 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 以前我们跟他要什么 有时候他还推东拉西的 而且我非常好奇是 我们今天买的量 到底有多少 我们这个设备 到底有没有多么样的高级 因为我们知道 你在保修里面 有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厂 你如果说 今天我们可以担任到了 四级厂的一个工作 等于说整个亚太 备品我们有了 这个备品可能不只是台湾要的 搞不好是韩国要的 搞不好是那个所谓的 新加坡要的 搞不好整个亚太地区 备品的这个所谓的储存地方 对 竟然有可能在台湾了 那或许这是一个 长线的这个发展 所以那事实上 现在暗示了什么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是越来越强烈 而且越来越积极 我就直接从美国仓库 把你要的东西 搬给你了 就这样子 未来搞不好会搬越来越多 你只要有需求 你提出申请的时候 搞不好都这样 因为美国 你以前在空军 你那个也是F-16中队 没有这样干的 当然以前是一定都透过 所谓洛克希德 马丁民间公司 这是民间交易 现在是直接政府 对政府这样对接 什么政府对政府 那是什么意思 承认你也是个国家 才会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 某些程度来讲的话 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 至少从这些动作 都证明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提会 拜登在接受时代 杂志专访之后 才讲说 如果两岸有问题的话 有争端的话 有冲突的话 他的美军会介入 而这是第五次 战略清晰非常明白地 表示美军会介入 可是这个讲完了以后 今天这个信件就出来了 那我们的外行人想说 我买F-16 本来就应该卖我的零件 本来就应该卖我的备品 你今天卖我零件 卖我备品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子 你说这里面 自治书记 这里面代表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已经变成 战略伙伴关系了 对 你看看这个新闻稿当中 其实它是 泄露出美国的一些 相关机密在里面 你比照一下 左边这个新闻稿 它是什么 是2022年12月的时候 当时它卖 2022年的 对 的新闻稿 当时它卖F-16相关的备品 给台湾的时候 其实它里面并没有说 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 但是你知道 今年来讲的话 其他文字差不多一样 有一句话 真的非常关键 也就是说 这些所有的设备 它会从美军的库存当中 仓库当中 转移给台湾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说 美国已经授权 汉翔公司在台湾已经有一个 F-16的亚太地区维修中心 而目前整个在亚太当中 有使用F-16的国家 包含南韩 包含台湾 包含新加坡 泰国 还有甚至于 潜在的国家 就是印度 另外还有 印尼也是使用F-16 你想想看 这些国家来讲 它们并没有维修中心 假设如果说 未来它们要 飞机坏掉 怎么办 对 它的领主舰 要换修的时候 怎么办 是不是台湾 这边来讲的话 可以提供相关的备品之外 也因为这些所有的工程师 将近有一百多位的技术人员 都获得洛克希德马丁的一个 认证 授权 而且他们每个手上 至少都有六十几张证书以上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商机是非常大的 同时一个 更重要的议题是什么 我们的军火库 可以跟美国的军火库 竟然相通连 这一点很重要吗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你知道吧 如果美国 以往来讲的话 是协助台湾进行 所谓的防卫型武器 对不对 它是透过一些商转 或是透过一些方式 但是美国它会有隐晦 官方对官方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是幕后的黑手 但是前面会有厂商去对接 但是现在不也是了 这是从美国国防部的新闻稿 主动的发布出来 美国的所谓的空军的仓库 直接转移过来 那我想想看 如果今天台湾 我们就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2022年我们已经买了 为什么我们2024年还要再买 难道 你说这个时间太近了吗 太近了啊 我们知道说这个F16 你不可能是每天 在那边换F16的东西 唯一的可能性有两个 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东西 一种就是最近这几年来 共军烧了台湾 F16一直上去 可能耗损太多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 有没有可能是周边国家 跑到台湾来维修 我们最近来讲 不是常常发现到 南韩的战机 常常出现在台湾吗 南韩战机出现在台湾 到底来干嘛了 他不可能说 跟台湾在那边打架 他来干嘛 可能是在维修 可能是在维护 他的备品等等之类 也有可能啊 所以这时候 我们的汉翔 是不是已经变成 所谓的四级的 所谓的保修厂 或者是说 美国在亚太地区 所授权的一个保修厂 那以后来讲的话 这算不算美国资产 算不算美国的技术 当然算啦 算的话美国要把保护这里 这跟AI的概念是一样 他之前F18 大黄蜂还来过了 是啊 因为台湾有相关的备品 以前在越战的时候 或者是说 以前在台湾的台南机场 都曾经有一些技术车 专门在维修美国的飞机的 所以技术人员有了 然后相关备品也有了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内 至少说不定还每一年 都可以跟美国的军用的仓库 军方仓库来调这些货 那这些货来讲 变成是一个 例行性跟平常性的事情 那跟美国之间的 这种军方的关系 会如交似漆的概念 所以我们这样 你只看到说 我们在AI的产业链上面 我们跟美国有一个 供应链的关系 现在难道 在这个军备上面 这个供应链也在形成当中 是的 没有错 军品的部分也是在形成供应链 我们之前有提到 美国国会 以及美国行政部门 都在思考说 台湾可以协助 包含制造155榴弹炮 不是吗 还提供到一些 比如说 国际社会就使用了 特别是包含乌克兰这个战场 现在美国 洛克兰的马丁 可能为了乌克兰的F16 在那边伤老金 到底那边的话 要提供多少 亚太地区来讲 他可能无暇兼顾 无暇兼顾 台湾来帮忙 所以你看到最近 这一笔交易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赖清德当选 然后就职之后的 第一笔的美国军售 代表拜登政府 也是挺赖清德的 第二个概念 可以说 美国的军用军品 跟台湾的军品 是相互联通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随时可能要备战 要应战等等之类的话 基本上就不予匮乏 相关的军品 另外就是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 他们发表了一个公告 发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 他居然把台湾的海峡 把这个周边 全部做了一些报告 也就是现在中国 你要登陆 以现在台湾的反制能力 非常困难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美国智库 他发表的这个报告 把说老共 如果你要来攻打台湾 到底有多么的困难 第一个 我们中间隔了个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虽然不神 可是呢 你第一时间 你要把所有东西 移到东部 南部战去的时候 你会不会被发现 你第一时间就会被发现了 好 你要渡过台湾海峡 过来的时候呢 你的船舰也会被锁定 这个东西都不难 好 重点来了 你真的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台湾海峡来说的话 你在西边 有一些深水港 你的军舰可以停泊 问题是 如果我们把台中港 高雄港给炸掉了呢 炸掉之后 那你这些重型军舰 你又怎么办 你见不来的话 台湾海峡这边的话 大概有一麦 一麦是多少公里 1.6公里 这都是非常非常 矮平的一个海岸 所以呢 你的大船在这个地方 你要接驳抢滩 这个时候 你就完蛋了 刚才讲 这个就是你的大陆坡 对 你这个大陆坡 刚才讲的是 有1.6公里 你要抢滩 你等于说 你的大船就要停泊在 1.6公里以外 对 其实在这个地方 大家就 有没有注意到 前阵子有个新闻 七星潭又变 又被列为红色海滩 所谓的红色海滩 就是台湾 有20处这些海滩 认为说 老共你可能会 从这个地方来登陆 所以在这红色海滩里面 会有很多的东西 这些防御公司是什么呢 你会有地雷 你会有反着陆钉 还有这些反 反战车的一个公式 所有东西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等着你 所以你上的来嘛 你上的来 你也要花费掉很多的能力 你可能一半 都会被殲灭在海滩上面 那如果你说好 那如果我不要从西边上来 我东边上来呢 东边上不来啊 东边那个是悬崖啊 悬崖你怎么上的来啊 我从上面直接把你打掉 你就没了 所以你现在 就算你花费了很大的心力 你上来登陆之后呢 你耗费了很多的一个资源 跟士兵 你上来之后呢 你要进入到台北 重点就是首都台北 首都台北是一个盆地 所以呢 以这个报告来说的话 你不管是从淡水痕 或是从一些山口进来 都是很好锁定的 你在这个地方直接压抑住 也就是说 你现在是台北 你旁边的新北 看起来 等于说我可以一马平穿 没有哦 因为我是个盆地 我四边之三 我四边之三就代表 我要进来这个通道 是非常狭小的 对 以这报告来讲的话 它是有位居防守优势的 地利之变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说 你真的进来之后呢 你会面对什么 面对巷战 你面对巷战的话 报告里面 这个东西不是Google Maps 是他们的报告 报告里面就说 台北市 新北市 还有很多的地方 菜市场很难打 你菜市场 你说你菜市场 你没有来过 你根本不知道 你要居住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中永和好了 很多人说 那个地方 如果你不是长期 住在那里的话 你进去 你根本就会迷路 所以最后你要拿下 你要啃下台北首都的话 拜托 那些菜市场 那些巷战 其实没有你享受 那么简单 你会不会打一打 就迷路 打一打 就直接在巷战 就被歼灭掉了 那另外就是 现在如果你要攻台的主力 那是72期短军 现在72期短军 它的战力也被检验了 对 在过去来讲的话 这个 东部战区的天下第一军 就是72集团军 72集团军 最近做了一件事情 叫火炮的实地测验 所以他们准备了很多的火炮 然后要去检验说 他们能不能快速的 把这些火炮打击出去 精准打到 所以他们弄了很多的火炮 但是没有想到 火炮都已经清点完毕了 但是上了装甲车 没有把装甲车给顾好 装甲车走着走着 竟然天下雨 履带掉了 履带掉了之后 部队前进 能够做到部队前进 忘了带检修的工具 也没有带备用装甲的履带 所以就卡住了 所以卡住了之后 这个通信就曝光了 曝光之后大家就想说 奇怪 我们的天下第一军 怎么就想着要检验火炮 只带了火炮 你没有带这个检修工具 所以他就叼掐了 而且他是坦克车叼掐 这是白天的事情 另外来讲说晚上 你不能走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要上这个拖板车 上拖板车 你要上铁皮 上拖板车 好 你要上去的时候 大家来看这个画面 其实你看很多的军机在移动 尤其是在航空母舰移动的时候 你需要拿这个光剑 这样子才看得到 结果没想到 他在上车的时候 上着上着 竟然叼掐了 卡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两个不是军用的荧光棒 所以他的亮度不够 然后我大陆的网友就说 你该不会是拿演唱会的荧光棒来吧 所以他在移动的时候 看不清楚 亮度不够 所以他一边没有上去 另外一边硬上的时候 便宜了 就便宜了 就叼掐了 所以这两件事情 你的履带竟然会掉了 你打仗的时候怎么办 另外来讲 你在移动过程当中 你竟然拿着这个指挥棒 你竟然不是军用的 所以这个东西 让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说 72集团军会不会是因为 太久没有实战的经验 可能在这个情况之下 都会让他的战力大为减损 所以吴总 刚才讲的 中国现在用雷霆万军之势 什么四面八方的包围台湾 结果没有想到 给台湾一个所谓的反侦查 反攻击反锁定 另外就是这样 在这个过程里面 居然有一个联合起锐 这是他们最大的大力神的托船 居然神秘的沉默了 这个沉默 大家我有看这个新闻 那不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譬如说 最近我们看到这个 在红海 在中东的战事里面 夜门发射了很多的飞弹 有炸到一些英国 美国的一些商船 你知道吗 我看那个商船被炸 飞弹打了以后 没事继续走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你要炸掉一艘 拿一艘船 把它炸毁掉 很难 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要打动该打的部位 怎么会有一个船 会沉没这个事情 非常奇怪 当然现在资料太少 我们不好去评论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是一个 非常罕见的怪事情的一个海滥 这不是普通的事情 这里面还有什么原因不知道 第二点来讲的话 最近这两天就是我们有公布的 所谓的这种 我们有这种F16V的 这种空中的这种照相 那这个空中照相的时候 我们有我们那个 整个照相有一个东西没有公布 这极机密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距离 我们到底距离多远把它照下来 其实我们不知道 它没有公布 因为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 我现在这样讲 F16V的这个所谓的 狙击手的夹舱的 主要功能是做什么 你知道吗 它主要功能是打 专门是设定 它锁定是 锁定这个隐形飞机 就是它的 它打隐形 因为它的这个 这是热成像 热成像是用红外线 红外线是靠近什么东西 靠近你的飞机的温度 而产生的成像 所以它是被动型的 所以这架被照到的飞机 本身不知道 因为如果是用雷达的话 雷达一进去的话 因为雷达是主动 雷达我火控雷达 火控雷达 直接照射进去 只是接触到你的飞机的时候 你飞机本身有这个警报器 会叫 它会反射 会反射波 对不对 那问题是 这个热成像 这是红外线 红外线不是反 它就是一个 它是被动接触 对 被动接触 所以被照到的 不知道 所以这个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这个距离 因为我能够照到你 当然我的飞弹就可以打到你 打出去 但是如果距离很远的话 你就会发现 因为最后你飞弹会锁定 因为还有飞弹锁定的问题 所以这个距离是一个 到目前来讲的话 美军把它当作极高机密 那这个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现在我们这一次公布 这个相片 就是你告诉了解放军的空军 台湾的F-16V 有这个 有这种装备 有这个红外线的照射 跟热成像的系统 那这个假昌德 对变成说 你在不知道被锁定的情况之下 被我照射到的情况之下 我当然可以把你打掉 所以你看到 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非常大 非常在军事学 在军事上 非常大的一个警告 目前来讲 我们国防部很低调 那这个当然百分之一百 是由美军本身 同意我们公布这个照片 刚才讲的 现在在中国现在 这种纷扰不安的状况下 美国居然拉高 对台湾的支持 以前刚刚讲到的 他来台湾 来帮助台湾的国际训练 都是遮遮掩掩掩 现在是美军的绿扁帽 要藏住台湾 藏住台湾也没什么了不起 打包不开这个画片 他居然要把 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 用的最顺手 最厉害的无人机 交给我们了 对其实我觉得 这个台美关系 现在已经要把它正式化 常态化了 以前每一次我们看到 我们在军事 在演练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美军部队来的时候 他们不会穿军服 然后呢大家拍照 尤其是爱国者 因为爱国者系统非常复杂 都会有一群美国人 站在旁边 然后呢进行调整 但现在来讲的话 绿扁帽部队进来了 不演了 对直接进来 然后教大家要怎么做 而且呢其实他就是 藏住在哪里 桃园的一个龙潭 那绿扁帽部队呢 其实他跟过去来讲的话 Delta 这两个都可以说是美国 他们第一特种部队里面 最强的 但Delta呢 三角洲呢 他是直接是像枪一样 去把你打掉 但绿扁帽很特别哦 他是专门去负责做什么游击队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的国军整个战术战略 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提枪快跑前期 以前那个什么刺枪速 然后转 然后再拉起来 棒的那种 现在都没有了 你看哦 现在其实他们绿扁帽 已经介入我们这边 来告诉大家说 你要打击 你要实弹射击 你要加一个假弹 你要去清除这些东西 然后你要把整套系统 都给他弄到弄到来 你不要在以前那一招 以前二次世界大战那种 没用了 他不是说 我只是来教你 一个基本的这个军事动作 他连把 刚刚讲最重要的是 他把现在美国海军战略的战术 他的所有的装备 全部都交给我们的台湾 欢迎去观看观看新时刻 导播我们来看 这一张照片 这是一个靶船 这个靶船被打了一个大洞 而且这个靶船被打了一个大洞 导播再看这张照片 他是整个穿越了这张靶船 就代表说 今天我要打这一招靶船 我要达到哪个位置 而且我有非常强的破坏力 而这个动谁打的 是我们的熊山飞弹打的 我们的熊山一直非常的神秘 我们对我们熊山的攻击能力 我们熊山的破坏力 我们的军方 一直是处于保密的状态 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的熊山非常不幸的 打到了一艘的渔船 造成了船长的死亡 可是这次之后 熊山飞弹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株源 甚至他所有的效能 我们是保密状态 没有想到今天 我们公布了这张照片 公布这张照片代表 熊山可以攻击 四五百公里之远的目标 而且攻击四五百公里的目标以后 我可以精准打击 而且从这个 导播看 从这个贴面 从这张照片 你也可以看出 它的破坏力 非常的强大 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 国防部还公布了 这是熊山 这是熊二 这是鱼叉 从熊二跟熊山 你可以对比 我们熊山的破坏力 比熊二跟鱼叉飞弹 都要大的许多 也就是 现在我们公布这些东西 这可以代表说 在未来如果有战争的时候 当我们的熊山飞弹 真的可以扮演航母杀手 真的可以扮演 整个解放军 军舰杀手的角色吗 好 在这一段 有两位来宾交流讨论 第一位是 上周的总组笔 吕国珍国珍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 这个军事专家 陈国平国平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玉鸥 是 这张照片把我吓死了 对 我们节目曾经介绍过 熊山飞弹 可是刚刚讲 那时候是因为 不幸的 打到了一艘渔船 而且不幸的 打到了一艘渔船以后 造成船长的一个死亡 可是这次 公布渔市 它居然可以在 四五百公里外 远程打击 可以打得非常精准 而且 它的破坏力 竟然这么大 对 我们刚才讲的 那时候熊山误打 那个渔船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它没有爆炸 它是直接穿越那个渔船 穿透 所以那时候 大家就想说 这太厉害了 因为它可以去研判 这个机体到底在哪里 那这一次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 我们厨艺的一个舰艇 这个舰艇 有没有穿透 一样穿透 穿透 这个照片呢 其实有两个目的 你看一下 这个 它是直接穿透 然后第二个 穿过去了 对 直接穿过去了 你这种舰艇 你既然 你这种外面蒙屏 是非常厚的 你穿越第一个 竟然还可以穿越第二个 这表示说 它是非常有 这个续航力 然后整个 穿透力很强 对 穿透力很强 再来的话 这个蛋 我们要看的是弹孔 这弹孔在哪里 上面 下面 下面这个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吃水线 刚好就是人站的地方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的飞行 跟一般的飞行 不一样 贴水飞行 对 它是怎么样上去的 它是上去之后 地面 海面上面 一路贴着 所以它是贴得非常非常紧的 如果你在往下面 不可能 因为下面是海 可是它能够站的地方 就代表是它在水平面 刚刚好整个 直接民众 所以 导播 我们再看 原来这张照片 有非常多的选机 对 如果讲到 我如果从高空间 应该是直接打下来 你就不可能穿透 对 可是 我刚刚讲的 这是水线 我是贴水飞行 贴水飞行之后 我还可以平行的 如果我不是平行的 我应该是打到天花板 或者打到地下 平行飞行 如果我可以这样子 贴海飞行的话 你是抓不到 打不住的 没错 这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上去 然后像开罐头一样 砸下来的话 你会面对到 很多很多的雷塔侦测 你会往上 你就可以被打掉 那你这个东西 如果是贴水飞行的话 它们的雷达是扫不到的 所以你才可以 这样子慢慢慢慢靠近 然后画面出来的话 我们再很可怕 进来直接中弹 这就是熊山飞弹 这就是熊山飞弹 炸的状况 对 然后它可以贴水飞行之后 直接水平面的一个命中 命中之后 还可以穿透另外一边的甲板 所以这一次让大家惊艳 是熊山飞弹也太厉害了吧 另外来说 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它这个距离拉得非常远 250海里 250海里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将近是463公里远 463公里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当初乌克兰 那时候一直想跟英国 要暴风之影 暴风之影分成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上 国内用的 就是500公里 另外来讲 它们提供给乌克兰是250 那代表什么意思 它们给乌克兰的 这个外交版本 我们已经突破了 而且我们的距离是到达 463公里 是接近他们自己国内用的 更可怕的是 我们飞得这么远 还这么精准 还这么贴海飞行 所以这次熊山 把这影片公布出来之后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这真的是太有威力了 好 但我们这一讲 我就说 当时是一个在左营的海军 不小心按了按钮 让这个熊山飞弹飞出去 熊山飞出去以后 它就给你简单的错标 知道当时熊山飞弹可怕在哪里 它到了这个海域以后 它会自动寻标 它会寻找这边 最大最有攻击目标的这个船只 所以很不幸的 攻击到了那艘渔船 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 可是当时来讲 渔船很薄啊 渔船的那个壳很薄啊 所以你就算打到了渔船 你的战斗力 你的破坏力 你也不见得可以展现出来 可是现在没有 今天是一个实打实的军舰 是一个钢板 是直接的甲板 直接穿透的 对 在那一次事情发生之后呢 其实包括以色列 都跟台湾这边来讲 说可不可以买熊山飞弹 可不可以拿到更多熊山的资料 但是从那一次事情之后呢 因为社会上面有一些声音 所以熊山飞弹变得越来越神秘 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呢 在公布这个画面出来之后呢 已经让大家知道 熊山飞弹 它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能量 而且我们跟他讲 我们不是只有试色熊山飞弹 我们的熊山飞弹 我们的熊二飞弹 我们的鱼叉飞弹 如果照这样子一个切入的计划 全部都可以贴海飞行 对 鱼叉在这边 但是呢 鱼叉飞弹它造成的破坏伤口 是比较小的 然后呢 它打到的高度比较高 代表神秘4 它贴海飞行会稍微高一点 熊二飞弹呢也是 但是呢 它的面积没那么大 但熊山呢 又贴海 又面积又大 所以呢 它的实力是非常强 那最后这一次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们有搭配这个陀螺仪 让它保持它的稳定性 你说呢 飞了 打出去之后 当然都很威力很强嘛 但是你要飞了400公里之后 460公里之后呢 你还可以保持完整的一个稳定 而且贴海 对 稳定的平行 砸下去 那这是非常难的一个技术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美国后来卖给我们 这个所谓的雷射陀螺仪 甚至还卖给我们 这个所谓的固体燃料 现在就是因为美国卖给 我们这个雷射陀螺仪之后 我们在远距离的攻击 就可以变得非常精准了 对 然后这一次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是说呢 以前我们都要给 从基地来发射这个地方 那如果基地被对方给锁定了 怎么办 但是熊山现在来讲 都不一定要从基地 我们用大货车 大卡车 拉出去就好了 打带跑 对 打带跑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可以公布了一个 缩时的画面 他们出去之后呢 要把这个飞弹车架起来 对 非常的快 不用几个小时定位 打击非常的精准 一条龙 直接这个车子出去之后呢 找到方向直接打 所以打这个靶船的 我不是一个固定的 这个发射点 我是典型说 这个大货车 我是个飞弹车 载着我 载着我了以后 我找到了一个点 找到了一点后 马上锁定目标 锁定目标以后 我的飞弹架起来 发射就跑了 对 如果在暂时的话 我们甚至不用 把前面的时间拴进去 为什么 在暂时的时候呢 可能全台湾的沿海 都会布置这种飞弹车 所以有需要就来打击 那么这一次除了熊三之外呢 熊二飞弹也亮相了 那熊二飞弹 其实我们要看的是 它对比到了 乌克兰的海王星飞弹 把莫斯科号 打掉的海王星 莫斯科号打掉的海王 把莫斯科号打掉的海王星 跟我们的熊三飞弹 熊二飞弹 是类似规格 对 当初呢 这黑海舰队的王牌 莫斯科号被打掉 被打掉之后呢 其实俄罗斯就想说 他们到底是不是 去外面拿了暴风之影 还是去跟德国拿了什么的 巡异飞弹 不然怎么会打掉我们的这个 黑海舰队的头牌的船舰呢 后来一看呢 竟然是海王星号 那么海王星号呢 其实它的一个 载弹的一个 载火药的一个重量 还有它整体的来讲 其实都跟熊二飞弹 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熊二飞弹 打到靶船的位置 对 好打的也是精准 也是漂亮 可是呢要跟海王星比 它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在这个里面 它公布的影片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个画面 为什么会有卫星的画面 你打就打嘛 为什么会有卫星的画面 当初海王星 为什么可以打掉 他们的莫斯科号 那就是因为 坐标给你了 对 它们有个坐标 它们无人机过去之后 锁定坐标 然后这个坐标 它谁给的 美国给的 给了坐标之后呢 这个海王星飞弹 就可以精准的 打击到莫斯科号 那么现在熊二飞弹 在它的影片里面 竟然也有卫星 也有卫星定位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呢 只要你给我卫星的一个讯号 只要我们有无人机 可以先到对方去 把卫星 把它的坐标位置 给mark住之后呢 我们的熊二飞弹 一样可以像海王星飞弹一样 打掉对方的一个舰艇 好 导播我们看 这个就是 熊二飞弹的一些猪源 朱元刚刚讲的 发动机段 发动机器口 关键是什么 我前面有两个关键 一个是我有 红外线的寻标器 第二个我有雷达寻标器 我有两个寻标器 我飞到千里之外 我就可以精准打击目标 对 这是非常神奇的 然后呢 最重要的事情是 当初海王星 怎么打掉莫斯科的 它有一艘 它有一个这个无人机 无人机先飞过去 把定位给定好了之后呢 它才可以直接 按照坐标过去精准打击 那么过去大家在想说 我们台湾 也能不能做到 在这一次一样 给大家来看一下 一样是可以 因为当时我说 我不是只要打到莫斯科号 对 我要打到莫斯科号 刚刚讲的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是弹药库的位置 对 这也是整个你这个所在 比如说炮管 炮管的第六个 底下都是弹药库 我不但是要打到 这个所谓莫斯科号 我要打到这个位置 我要让你自体引爆 没错 这就是精准中的精准 在这一次里面的话 中科院把他的藤原无人机 也拿出来秀给大家看了 藤原无人机就很像 美国版的无人机一样 他们来讲 这个东西他自己 非常大一支 飞上去之后呢 谁来操作 我们的战斗人员呢 就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甚至像打电动一样 简单来讲 这个就是藤原无人机 对 然后呢 我们的操作人员 就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就开始来操作 然后呢 第一视角可以开始来找寻 他可以把所有看到的东西 一层一层把你分析出来 告诉大家说 你第一层是甲板 第二层会不会有带弹药 如果我们把它分析出来之后呢 骂壳住之后呢 我要打哪里 对 熊哥飞弹才可以从贴海飞行之后呢 打到第几个甲板 才可以把它给精准打掉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他还有公布一个 进战术的进程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呢 更厉害 他可以分析 他先拍照 一层一层分析说 你这个到底是什么基地 还是这个是有危险的 接着之后呢 更厉害的是 他已经 他可以自己带弹 他可以自己带弹 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把这个坐标回船 如果说这个东西 他经过他的分析 这也是皇后公布的 对是可以的话 他就可以直接把它给打下去 对 我刚刚讲的 我是海上的船舰 我现在可以针对路上行走的车辆 针对路上行走的车辆 这台车在跑 对不对 在跑的时候 我可以锁住你 锁住了以后 我才空中 我可以丢炸弹 对可以直接炸到 然后呢 我们另外来讲的话 这次无二战战争里面 弹荒刀无人机 是不是很抢劲的风头 台湾也有 跟他一样直接弹射出去 那么弹射出去之后 我们看一下 他有个第一人称 第一人称的一个角度 他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自己不停的判读 比如说我可以看到是人 人对我们的威胁不大 汽车的威胁可能是比较大 因为汽车有可能是载弹的一个发射系统 所以他飞出去之后呢 他不停的来回船系统 像这个 他最后告诉大家说 CAR什么意思 这是来Car 他可以去把它标示出来 这个是human 这是Car 然后呢 这是第几台 第几台的一个汽车 然后这个汽车 它可以辨识 对 它可以辨识 有没有载战的一个功能 所以他最后决定了 飞出去 就是飞出去了 最后决定说 好 哪一个对我威胁的最大 我就直接往那个地方 精准一个 就打下去 精准打击 那 如果他可以加上AI功能的话 他就可以自己决定了 对 他可以自己决定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像这个画面 他就是一直在 一个试算 然后呢 不停的演算说 这一台这一台应该是比较严重的 砰 就可以像是自杀无人机一样 可以直接把他命中目标 而且今天也非常难得的 展示了万箭弹 刚刚讲的万箭弹 其实就是我们的极速弹 这个极速弹 照一讲 他有点是被禁止的 对 可是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错了 错了以后 他说 这个极速弹只要出去之后 会对对方的 这个所谓的跑道 对对方的所谓的弹药库 造成了致敏的伤害 好 我们在乌二战争 也看到了极速弹 他一个可怕的一个影响力 过去来说的话 极速弹主要攻击哪边 主要攻击他的战备跑道 但是这个画面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不只是 瘫痪你的跑道 不只是说把跑道 弄得坑坑巴巴而已 我们这次公布了 这个万箭弹里面 他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功能 怎么样 这个跑道上面 过去来讲 只是在外面打掉 然后让你的战斗机 不能飞行 我们这次是直接挖地 我们的万箭弹 是直接进去之后呢 散开 从下面往上炸开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呢 我们不只是破坏跑道的表面 因为你破坏跑道的表面 其实很快的 薄油就可以把它铺平 那时候两个小时就可以用快 但这次我们是往下挖之后呢 再往上炸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把它挖地的 而且呢 不只是主要的弹头 有这个功能 它有钻地弹的功能 对 它在所有的万箭弹里面 它所有的这一个火药的 火炮的弹药 都有这个功能 所以公布出来之后呢 大家也知道说呢 其实我们现在这些 火炮的一个进程 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所以 我们今天不做不做 把所有的压箱里拿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把这些 包括熊二熊三还有万箭弹 一次公布 但是呢 其实它就是有点对比说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确实包括对方的航母 包括对方的战备跑道 我们都有机会 都有能力 而且可以快速瓦解 而且我们今天 这一次公布就透过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是武器展示的机会 空中飞的水上的这个路上 而且还有一个 我现在连 鱼雷都有了 对 我们水下的鱼雷也是经过 不停不停的研发 在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只要能够做的就是 最基础的 我们在水下 然后呢 找寻目标 但这一次一样 出去之后呢 它会张开眼睛自己找 所以等于说天上飞了 海面上天海飞行 海底下 我们一次都展现出来 好 刚才讲的 这个我今天看了以后 我眼睛都一亮 因为我们以前 曾经介绍过熊山飞弹 当时就是一个 士官 士官不小心按了按钮 而且按钮上面 已经有了坐标 所以它就飞到 两百多公里外 飞到两百多公里外 不幸好 它当时有寻标 找了附近最大的渔船 然后就把它打到了 打到了是打到船长室 造成了船长的死亡 这当然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可是当时想 熊山居然可以飞这么远 你居然可以精准地到达 你要到的地方 不但到底要到的地方 你还可以寻标 连渔船这么小的目标 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可是当时本来认为说 渔船很小 渔船很容易破坏 可是今天 这种战界的破坏 真的很难吗 而且我这个熊山飞弹 进去了以后 是直接的穿透 那我不但直接穿透 现在熊山飞弹 真的可以打得又远又准吗 是这样子 没错 我们看这个所谓的靶船 它是一个运输卷 基本上讲 里面是空的 那我们想象一个画面说 如果说今天我们命中的是 对方的 比如说航舰的话 航舰里面有什么 有机库 有弹药库 那一旦命中的话 这边就不得了了 可能会训报 所以其实 这个只是空船 因为空船的话 其实你会打出一个洞 但是如果说暂时 暂时你打到一个航舰 航舰里面有很多格差 有飞机库 有弹药库 还有燃料库 就是它打进去之后 穿透之后 会训报 反正我跟你看 原来熊山就有这么大的威力 那另外一面的话 说真的没关系 就大家去想象嘛 这个是OK的 这个是OK的 那我们看到说 这个那张照片很有趣 这一张照片 对 这个是我们在监控 山东号的一张照片出来 是谁 是我们的基隆舰 那你说我们的基隆舰上面 就有熊山飞弹 那如果我们的基隆舰 有熊山飞弹的话 我们是随时可以发射熊山飞弹 然后骑程 山东号吗 那其实国防部也很故意说 其实你山东舰不是说 最新的航舰吗 那其实我们机动机军舰 也是动位第一大的作战舰艇 那你用第一舰 我们也用第一舰去监控 这表示说它有宣传意义 那第一个说 其实我们两 应该说两艘军舰 共同框的画面说 第一个 我随时能够监控 那除了水面舰之外 其实岸上 我们刚才讨论过 岸上也有机动飞弹发射车 再加上如果说暂时 得到美国的卫星资源 说真的 你要打哪里就打哪里 它的用意是这样子的 那另外就是 我们对于这个飞弹的整个兴趣 是因为在俄乌战争里面 用两个海王星的飞弹 而且两个海王星是在不同的地点 同时攻其当时黑海舰队的 这个所谓的旗舰 莫斯科号 居然两个飞弹就把莫斯科号给集成了 但为什么可以集成 是因为我刚好就精准打击 等于说是第六个 什么炮管的后面 底下刚好就是它的弹药库 我就这么精准的打到弹药库 才让整个莫斯科号引爆 我们也可以打这么准吗 我不但是要打到你这招战舰 连这招战舰的哪个位置 我们都可以精准命中吗 因为基本上来讲 不管是三中舰或是说055大区 其实相关的舰点设计 只要你一出来 其实我们都有专家说 其实可以解构说 哪个地方哪个舱间 比如说01甲板02甲板 它的藏着什么 它放的是弹药库燃药库 其实飞弹呢 现在都很聪明 不要忘记我们晶片很聪明 晶片它可以记忆 它可以记忆说 这艘军舰长得什么样子 甚至它找不到目标的时候 它会去搜索面积最大的一些军舰 如果说这艘的样子 长得不像三中舰 它就不打了 所以其实现在的飞弹 除了我们叫双导影模式 不管是红外线 或者说雷达导影 它现在还有图像记忆 图像记忆 对图像记忆说 透过晶片的智慧 透过晶片的结晶 然后让飞弹去记忆说 原来山东舰长得是这样子 辽宁舰长得是大概是这样子 它还可以记忆 因为其实万一 发射出去的飞弹不够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选择最大的目标 那最有价值的目标 当然就是中国的航舰 或是说055大驱 这种大型的大型的军舰 或是说他们的075 这种所谓两栖登陆船团 像先把它这种 所谓大型军舰打掉的话 其实对我们会 会降低很多 那现阶段的反截飞弹 都这么聪明 另外就是这张照片 刚刚御峰特别介绍是 你从它攻起的目标 嵌入的一个角度 它非常清楚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 国防部试作上面 贴海飞行 我们知道飞弹贴海飞行 是非常困难 因为海面上面 你的气流是非常扰动的 是非常复杂的 我竟然 诶 看到没有 我可以是贴这海飞行 贴海飞行有什么好处 是你让这个船舰 防不胜防 对 其实我们都以为说 贴海飞行很简单 其实不简单 因为其实海面上会有波浪 那其实飞弹打出去的时候 它其实下面还有高度计 它会随时测量说 这个飞弹离海面上有多近 那如果说透了太近的话 其实你飞弹还没有飞到 飞弹就摘下去了 所以其实用高度计 来计算说 这个飞弹跟海浪的高度 因为其实海浪会波动 所以其实你不要看说 一枚飞弹打出去 那飞弹射程 射速很快 很快的话 其实你还要维持高度计量 这个都是科研单位 就是我们中科研 非常努力的捷径 那当然陀螺云 那个不算是精准度 光是高度计 对 就是说测高 就是说你打出去的时候 波浪会有高高低低 所以其实你不能说 维持一定的高度 比如说离 原本说离海平面 两公尺 不是 你要随时跟动 因为海面上会波动 所以你不能说 打出去之后 从发射地 到命中地 还没有打到 你就沉入海底 这个是不行的 好 另外就是 你也帮我们带来说 这次的国防展 也不是只有说 我们公布了 熊二飞弹 熊三飞弹 鱼叉飞弹 鱼雷 这些攻击目标 我们还有这么多东西 可以公布 对 其实我们都 我们都知道说 云宝假车 是我们八轮假车 是国人自制的 一个假车代表 那现在没有 居然出现四轮假车 四轮假车 它的工艺水准 我们要有一定的程度 就是我们军备局 很努力 29场也很努力 那其实我们看到说 这个假车的构型 就有点像 现代化陆军 假车的样子 你看它上面 虽然说只能搭带四个人 但是它上面 那个叫机炮 机枪 这个叫遥控武器站 如果说必要的话 它可以设置遥控武器 那更有趣的是 后面它有个桅杆 就是桅杆 对 伸缩桅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暂时 它可以上面 伸缩桅杆之后 它可以升起雷达 或各种侦测器 所以其实 光是一辆假车 它就有这么威力 它就可以当作侦察兵 那必要的时候 你看它的智慧武器 说真的 也超越我们 现代化的假车很多 所以其实 这个才是我们陆军 目前未来 应该朝向的方向 努力的前进 就是这样子 以前我也曾带过侦察牌 我们侦察牌 前面就是 我们叫刀车 前面有一个东西 是挡那个线的 上面只有一个武林机枪 那个人在上面 超级危险 每次死都死我们 对 没错 现在现代化的 我们叫假车的发展 上面都是叫 所谓的遥控武器 就RW 就是说基本上 人可以坐在里面操控 但是它的摄影像机 或是说光线 这些都很发展 就人类 人在 士兵在里面操纵 它就可以预敌了 那另外就是这一次 你说还有一个 非常值得观察 就是我们的无人机 就我们的无人机底下 真的可以丢炸弹 对 没有错 其实这个我们是 特别近派 就是最近的台北航载展 我看到 原来我们的建祥 建祥无人机 就是下面那一张 它居然 它后面呢 居然是用汉马车 做什么呢 它上面 对 就是把这个 建祥无人机 对 可以放在汉马车上面 然后里面塞多少 塞三枚 三枚就是说这个建祥 打出去之后 它自动弹力会弹开 就变成建祥无人机 所以其实说真的 我们这种科学也很努力 就航科所很努力 我们把这个无人机 给精进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